Hello,大家好,我是盈盈 我昨天发了一个做自媒体两个月收益的短视频 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跟支持 首先感谢,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和支持 其次就是,好多朋友给我私信 我已经回复了一波又一波的 你看,这一会儿不看手机,又是这么多信息 就是朋友们给我私信,怎样做自媒体 怎么拍短视频,全部都是这类的问题 其实我做自媒体也就是这两个月 这两个月一共也就发了40多个短视频 要说让我教你们的话 毕竟也不是太专业,也不是什么大咖 我就把我这两个月拍短视频所知道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 朋友们看看有没有可借鉴的地方 首先,你得在电脑上注册一个头条号 就按照它的提示,一步一步去操作 完成认证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你要选择一个 你喜欢或者是你擅长的领域 比如说音乐,美食,三农,生活等等 就很多领域,我选择的是生活 因为我拍的都是跟我的日常生活有关的 你选择的领域就是你将来要拍的内容 这两者要切合 其次就是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拍摄用什么设备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所有的设备 一部手机 一个自拍杆 还有现在正在拍我的一个三脚架 三脚架就是这样的 我这个是两用的 这是小的 然后拍我的这个是大的 网上都有 大家可以去网上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就这种尺寸可以来回调节的 我拍视频一共就这三样东西 很简单 当然我之前拍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地方有点陡 然后朋友们给我建议让我买一个云台 云台它就是防陡的 我一直没有买 我觉得现在自拍杆就够我用的 所以我给朋友们的建议是 前期不要花太多钱在设备上 我们拍一个视频 主要是内容 它这个内容大于形式 只要它拍出来了 是清楚的 不是说模糊的 把你想要表达的思想给拍出来了 就是一部完整的作品 还有一点是 我们拍短视频 一定要横平 然后不要太陡 像那种几十秒的小视频可以竖屏 短视频一定要横平 拍完所有素材之后 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剪辑了 现在有很多剪辑软件 就是手机上剪 电脑上剪 电脑好像比较专业 我不会 我用的是手机快 就是拍完直接手机上剪 这是一个傻瓜剪辑软件 就是很容易上手 像字幕 特效 背景音乐 这剪辑软件都给你解决了 然后我们在剪辑的时候要注意 一定要保持视频的连贯性 把你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给凸显出来 不要拖沓 就是剪辑明了 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要把那个剪辑软件的logo去掉 不然会影响推荐 进而影响播放量 我之前就吃我这亏 一定要记住 讲完视频之后 就可以上传发布了 发布的时候 要写一个好的标题 选一个好的封面 这些都会为你的视频加分 会影响你的播放量 大致就这些了 以后再有什么好的想法 再给大家分享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